歡迎大家來到Simple A-Class的YouTube Channel 然後他問你,如果我放在這裏DK一天,會DK多少粒? 嗯,好嗎? 好了,那... 答案呢,就是... 我想問一下,什麼叫做Activity? 每秒DK多少粒? 每秒DK多少粒,對不對? 好了,再來,這個Graph有沒有看過? Half Life是... 五千... 五點三... 五點三年,好嗎? 好了,問題是他要什麼? DK多少粒? 一日 一日... 一日... 你會發現,啊? Nesco差那麼遠? 如果一看到這個情況, 那Half Life跟你要找時間相當遠的話 我們可以嘗試把這個圖拉大 拉到變了什麼? 這個圖拉到變成這樣的Graph 這裏是Original的 嗯 OK 然後過了,給一日... 你會發現這個位置是不是好像直線? 是 那我們就可以... 因為時間是很短的 我就可以當它什麼? 平時Activity應該是什麼? 負DNDT 對 我這裡就可以調轉了 當它Activity是什麼? 負DeltaN除DeltaT 現在我要找的就是... DeltaN 嗯 那就是A,DeltaT 當然,我要數量而已 所以我不管整體 不管整體 行不行 好啦,所以... 那就是什麼? A乘DeltaT 那就是什麼? Activity 就是1.1乘10的六次方 再乘24乘60乘60 答案就是... 多多一點 對 1,2,1,2,6乘24乘36 8.6乘10的十次方 所以答案是C 我想剛剛的內容應該幫到大家不少的了 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 歡迎你們留留言來問我們 如果想知道我們最新的資訊的話 就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啦 拜拜